今天分享又酥又脆的小麻花 碗中加入牛奶 全蛋液 植物油 充分搅拌均匀 再加入白糖搅拌至融化 再把面粉分次摔进去 再摔入两颗的小苏的 三颗的泡打粉 先拌到没有干粉的状态 再揉成团 蜜蜂醒上20分钟 再来揉面,揉出一个光面就可以了 继续蜜蜂醒面半个小时 揉好的面团先取一半出来 揉光滑 然后稍微搓长一点 再用擀面杖擀薄 厚度大概在0.5厘米 再切成细长条 先取一个面条 搓长搓细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按着一头不动 另外一头往一个方向搓 搓到比较吃力的时候 把两头提起来 这样就扭在一起了 然后再次把它稍微搓一搓 让它们扭得更紧一点 再次对折 把接口收好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小芒花的造型就做好了 其他的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做 锅中加入足够的植物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把筷子放进去 快速起泡就可以 再把做好的麻花丢进去 开小火慢慢炸 其间要不停的翻动 使它们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色 麻花变硬了 就差不多可以捞出来控油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小麻花 口感又酥又脆 不吸油 是逢年过节必做的甜点 配方中的糖量属于低糖量 喜欢甜的可以加到100克的量 另外不要随意改动配方 不然做出来的成品可能就不会那么酥脆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